今天试试的是NAD 产品 就是它全新推出的 Hybrid Digital DAC Amplifier C399 大家好,我是艾蕙,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 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和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订阅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 也会为这些社交文件和大家分享 对比之前我试的NAD 或 BlueSound 产品 这次是正规尺寸的音响产品 所以里面的东西应该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看看机器是怎样 开箱后,如既往就有本说明书和保用证 然后配件有电源线 以及一个全尺寸的遥控器 搬出新机 你会看到前面都会有一个设计 之后有制程制度 Power 制、Volume 和Source 转换 都在机面上 机顶上写着MDC MDC是什么呢? 待会到机背再跟大家说 机背这部分 会看到有两对喇叭接触 可以玩A、B、IC 电源插 接驳的信源 包括 HDMI 的 ARC 光纤输入有两组 同轴输入有两组 封脑,即黑胶盘有一组 再来有两组的RCA Lite-in 以及一对RCA Pre-out 两个扩扩扩扩扩扩 跟机的天线是一条蓝牙天线 不是Wi-Fi天线 这部机的设计和开发都是加拿大 但生产是中国生产 机背这位置有两个插槽 这插槽是MDC 因为它们是一个模组化 可以扩充的设计 现在我手上这一套是MDC2 可以使用这部机 加上BlueOS的串流 以及Wi-Fi连接、AirPay等 所有串流的功能 都可以透过加上这个模组 便可以玩得到 然后这个模组 真的是一块电子的线路板 这个MDC2 也有一些接触端子 有一对的天线 就是Wi-Fi接收的天线 然后有一个USB 输入 还有一个LAN Port的输入 亦有一份说明书 告诉你如何安装这个模组 加了MDC2 之后 亦可以令这部机 对应Diride 音场校正的功能 除了有机会有天线外 还会有USB 转插和麦克风 给你做Diride 功能 就是这里 C399 的开箱 大致说到这里 今次我们除了试这部C399 亦会同时配合同系品牌 这个PSB 来自加拿大 一对全新推出的旗舰级书架喇叭 就是这对B68 这对B68 其实是一对书架喇叭 然后是二路双单元的设计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书架喇叭规格 NAD C399 是它们旗下第一部抗音机产品 搭载了两组MDC2 可换模组架构的插槽 模组与主机组件之间 可以做到双向通讯 令往后的升级选项将更广泛 而用家亦可因应自己的需要 加入另扣模组去强化C399 的功能 例如今次试的MDC2 BluOS D 就是MDC2 技术首款模组 可以令C399 这部纯抗音机 追加BluOS 串流音乐播放平台 双向APTX HD 蓝牙、Airplay 2 以至Direct Live 的房间升学修正功能 至于抗音机自身的功能方面 C399 属于CASIC 系列里的旗舰型号 采用由 Master 系列下放的 Hybrid Digital D 类 Hypex 的 N-Core 抗音模组 输出功率在8Ω 负载下高达180W 令它可有比美 Master 系列的驱动力 DAC 方面, 升级到32bit 384kHz ESS 9028 DAC 与之前的大二型号 M10 和 M33 看齐 另外, 它亦新增了Volume Fixed 的机能 可以做到AV Bypass 的效果 现在和大家谈谈C399 设定的选单 现在这部机器示范时, 加上模组 所以功能上已经是完全看待的状态 如果播音歌时, 主界面 会看到歌名和唱歌的歌手 哪个歌曲和现在输出的音量 现在这个模组经过更新后 已经取得了Woon Ready 的认证 所以如果不使用 BluOS 的APP 用Woon 同样可以完整地 操作到C399 加上模组的状态 然后设定界面, 类似一个十字形的设计 分别有Settings Source 的 Setup System 的 Info 先看设定 设定里面有Tune Control 这个都是NAD 以至BuluSan 很多人会用的功能 开启后可以有高音和低音的加减 以及DRAC 的设定 因为这个模组支援DRAC 的房间校正系统 Source 的 Setup 当然有齐C399 可以有的Input DMI, ARC, 蓝牙 以及如果安装了Module 就可以用BuluOS 然后每个Source 的 Setup 都可以跳过它 之后是System Info 就是可以更新BuluOS 现在我们也要更新 至于如果要用其他Streaming 的功能 或者特别是针对BuluOS的模组 就可能要用BuluOS的App 去做相关设定 这次试试NAD C399 我们用了三对不同的喇叭 去做一个配搭 可以测试这部抗音机的驱动力 以及控制力的表现 当然是如何 第一对用的是PSB 最新推出的B68 书架喇叭 这对书架喇叭是二路双单元的设计 你也看到低音单元并不大 但搭着C399 时 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和合适的声音 首先,声音出来是比较柔和和暖声的组合 它比较着重音乐感的呈现为主 虽然背景可以做得很安静 出来的锐利度或细节的丰富程度 完全不信息 但即使它在播放24192 它现在最高的sampling range和Bit Depth 的档案时 它的细节并不是那种非常鲜 可以令你戒耳的状态 而是令你听得舒服、幼和 但会听得到密度上的确比CD quality 或其他音乐 来得更加立体的表现 是令你戒耳的 说去敬意快乐地 从会拼担家中等你 其实满影这套戏 能幸福的演到美 但它并不是不够动态的声音 特别是这对书雅喇叭 说真的,不太大 而且低音单元也不是大口径的设计 但它可以超出了单元 原本的尺寸应有的表现 NAD C399 本身是推力较强 有一个很好的低频表现的扩音机 令这对B68有这表现 说真的,B68这对喇叭 我认为表现是比较老实的设计 并不是很高兴 线条并不是很特别的外观设计 但搭着C399 出来的声音 我认为十分讨好 例如听Jazz的音乐 你会听到它的鼓或低音的牛筋 听到那种很细致的层次变化 但亦是那种叫收放自语 因为转听低频丰富和节奏感强的流行曲时 你会觉得它不会有过火 或低频令你不适的感觉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I need ya loving lovin I need Sugar yes please Would you come and burn it all on me 我的女孩是很美人 你的隣身在我身上 心动, 速度, 颜色, 颜色, 颜色 我每天都死了, 等待你 人声表现方面, 我觉得的确可以做到很正宗的定位 非常清晰 感染力也十分高 歌手唱歌的时候, 口型的变化和咬字 其实可以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而且要听一些比较奏实的歌曲 例如一个歌手和一个钢琴的单纯音乐 编排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钢琴弹了 令到钢琴里有共鸣的声音 其实这部机器也可以呈现出来 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刻意刻画这些声音的细节 但后来, 它依然能给予这种效果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组合 We're only here to have Let you settle down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这是我的 bitcoin 相传是g 但 You better have as Dave mano 如果重择按摩的一些第一台器材 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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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deaf former iPhone Sono C-I-S2 比较巧机, 永远是B&W这一对 因为如果抗音机的驱动力或控制力不够 这对喇叭的声音会比较闷 可能动态不够 低频的亮感亦相对修炼 令声音会比较平淡 但C399 的确可以再次准显驱动力很不错 搭配这对706 S2 时 我觉得低频比一般的抗音机来说 真的丰富 依然有很仔细和高分色力的低频 另外, B&W 喇叭比较优胜的地方 一定是人声的表现 在706 S2 我觉得人声的刻画是突出的 除了定位非常准确和讨好之外 整个高度和开阳感都可以有理想的表现 在高音上 也有很亮丽的表现 但不会有丝毫的刺耳感 这也是一部扩音机能否控制对喇叭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高音可以去到很尽 但最后听起来好像有介意,有些太刺耳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组合 但在C399驱动这一对706 S2时 绝对没有这情况出现 我认为夹出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但已经用尽了这部C399的扬声器输出 所以如果要配搭一些大型的扬声器 可能要考虑NAD更高阶的产品 这次NAD C399这部扩音机的评论 大致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点赞是否订阅频道 可以按订阅,按订阅后 按右边的小铃铛,我们有新片便会通知大家 虽然NAD 这个品牌 其实大家认识了很多年 以及是一个传统的品牌 但你会看到的产品近年 都非常积极地开拓一些新的方向 例如用了BluoRes之后 在串流的功能上,可以说是非常全面 而今次的C399是一个模组化的设计 让你原本在找到一部纯两声道的扩音机时 它可以给你 然后你真的想玩玩All-in-One的时候 买一个模组,加进去之后 便可以做到一部All-in-One产品应有的功能 玩法多变之余 亦是一个精英表现又十分理想的产品 Direct Life 这个近期是非常值手可疑的房间校正技术 亦是让一些想玩两声道,但没什么头绪,如何调声 又或是怕两声道出来的声音 为何好像不让自己满意 Direct Life 应该可以帮忙 这个模组可以玩熟C399之后 再考虑是否入手 或是如果没有Streamer 直接买这个模组、玩串流的功能 都是NAD 现在的产品可以给予你的选择 所以对这部机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说明栏的联络方法 可以听听NAD C399 这部机 究竟实际表现如何 今天就大致上说到这里 下部影片再见,拜拜!